1月25日早上 開始今天的千禧年代 我是葉冠林 首先說說天氣的情況 現在16度 相對濕度81% 今早的千禧年代 繼續說說施政報告 請來局長跟我們說一些政報告的重點 今天請來的是有處理發展局局長 馬兆祥 早上局長 早上葉冠林 早上觀眾和聽眾 今天請你上來 當然要說說你的局內的重點 大家關注的就是 其中一項就說到郊野公園的開發 因為之前這屆政府說過 任來都不搞郊野公園 看到你第一份的網誌 其實都強調這一點 剛剛在星期日的時候出的那份 誰知道昨天有特首出來 再說多一點 接下來就想著 研究一下郊野公園邊境的地方 就可以做了 現在可能是積極的 再去找一些選址 其實是怎麼回事的 我想我重申一下 關於我們重點的工作 大家明白香港現在面對 有很多困難 都是跟我們土地短缺有關的 無論我們房屋方面的居住 我們的經營的環境 經濟的活動 以至有很多我們想做的創新科技 其他新的發展和機遇 我們面對一個制爪 就是我們土地供應上的短缺 我們一直過去做的工作 無論是短、中、長期 其實我們會牽涉到一些 一些土地的改劃 一些收地、徵地 這些其實都會影響到不同的持分者 所以當我們影響這些持分者的時候 其實我們會面對很多的挑戰 所以大家看到過去這幾年 我們雖然很努力地去做 但是也面對很多的挑戰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我們已經定出了 雖然會定出了 短期、中、長期的措施 但是我們應該在這個時候 也想一想 我們在增加郊野公園的土地的面積 和不僅是面積 而是質量上的增加的時候 我們應該去考慮一下 看看會不會我們向增加的同時 我們看看生態價值較少 公眾可達度較少 以及也向交易公園邊緣 是否有機會將兩者之間 取得一些東西出來 當然我們最重要的是 交易公園的保育價值 它的面積對於公眾的享用度 是不會減少的 這是一個大前提 這是我們值得思考的一個問題 所以我想最重要的是 我們是否在這個時候去思考一下 到底這個問題 或是完全不可以觸碰的 或是我們值得大家社會上一起去談 原來我們找地不是那麼容易 我們是不是要考慮一下 有其他的方法 因為長遠我們也要解決 就算我們在說 你看到我們長期的方向當中 說到譬如說填海 中部水域填海 其實那個地方的生態價值很低 因為本身主要是航島 也是一些我們叫船舖 放向停泊的地方 其實生態價值不高 公眾用 公眾用不到 一個海面不是太多的 很少人會去那裡游船河 或者是用來釣魚 其實是不多的 所以它的生態價值又不高 公眾享用度也不高 也不是處於任何一些 保育地帶旁邊的時候 這些我們也要面對挑戰 既然我們面對挑戰 都是這麼困難的時候 我們會不會去看看其他的選擇 讓大家在整個整體 看所有的短中期的措施當中 我們有更加平衡的看法 我們要解決這個問題 這不是單單是一個部門兩個部門 一個局 而是全個香港社會 都要去面對土地短距的問題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大的背景 為什麼我們會去大家想一想這個問題 但是要說具體找一個選址 想想是不是真的可以 由原本的郊藝公園 變成可以發展房屋等等 是不是昨天才收到這個支持 因為星期日的時候 你的網址的論調仍然是很研究 還沒有去找地方 這個我想大家要看看 上個星期三之後 特首發表了施政報告之後 其實我也聽到有些不同的意見 就是說這個概念太抽象了 到底你所說的地方是哪裡 到底你說的是我們經常去的家庭公園 還有你說那些邊垂地大 到底是哪些 這個變成有很多人問 我怎樣去衡量 我突然基本上我都看不到 因為你知道有時候 太過抽象的論調 或者抽象的討論 對於很多香港人來說 都不是這麼習慣 所以我們很多時候 是很實際的 香港人是很實際的 香港人就會問 我們給個例子 我們出來看看吧 你給個例子 我又看 我又親切看看 到底生態價值是怎樣 然後我們才有討論 所以這個 為何昨天特首提出一個做法 就是指示我們的部門 你可不可以去找一些例子 比較清楚的例子 讓大家知道 到底我們正在說的地方 是怎樣 然後大家真的去看一看 真的自己感受一下 到底那個地方 是不是有這麼高的生態價值 不過同時我們也要強調 就是我們其實一直在做一些工作 就是在增加交野公園的面積 和保育面積 這些工作我們正在做 這些也是持之以恆 因為我們要平衡香港的發展和保育 所以我們一直都說 兩者之間我們要平衡 所以向發展的同時 我們也會找一些新的 有些生態價值高的 去進行保育工作 如果真的要找一些 交易公園邊水的地方 是可以用來做公營房屋等等 你有沒有什麼準則呢 這個準則其實我們也提了出來 有幾個準則 第一就是生態價值不高的 我們要明白 交易公園其實歷史 因為過去畫這條線的時候 其實跟發展局也有一點點的 因爲大家記得 香港以前食水是相當短缺的 其實在60年代 香港最重要的優質就是供水 因為供水我們要把我們的水源 保護我們的水源 所以其實當年有個歷史 就是我們建了很多 我們叫做Catch Water 即是雜水區 這些雜水區就成為 我們交易公園的前生 它就基本上成為一個 我們叫做框架 就是當時開始畫起 你說當時我們畫這些雜水區的時候 其實有沒有一個考慮生態 和保育方面呢 我相信當年我們最重要的就是 收益最多水 保障水源的供應為主 所以其實 旅途的生態價值是怎樣 其實未必 個個一定那麼高 所以爲什麽會有一個 這樣的考慮去看一看 到底哪些地方 生態價值低一點 這個是第一個 我們看生態價值 這是第一個條件 第二個就是公眾的響用度 因為大家明白香港的交易公園 是我們其中一個最重要的資源 我們很多人都會經常去行交易公園 我也是其中一個 我走的時候 我都會看到一些比較公眾使用度高 我們都希望不會影響公眾的享用度 所以我們都要考慮到底公眾的享用度高不高 第三個當然就是要邊垂地帶 我們都不希望在交易公園中間的地方 去影響它的生態方面 或者其他公眾享用 或者整個網絡上的影響 所以我們都會考慮它要在這些公園 交易公園的邊緣地方 當然第四個也要考慮就是基建配套 這個我們接下來也要考慮 因為如果是太遠的 我們只是做可能為了一個地方 我們要做一條很長很長的路 影響更加多的地方 那這個是值不值呢 所以它要在邊垂地帶 加上旁邊的交通基建各方面 是可以配合的 這是其實有一個條件的 有關這些地點 其實劉炳章兩年前他已經有提議了 就說在大嵐隧道北面的出口收費亭附近 他就一早看了那塊地 我記得兩年前我們青年代 也請他上來講過那個位置 他就說那個位置本身生態價值不高 最重要是近路 所以其實是有發展的潛力 他說那個位置有潛力 發展3萬個單位 容納9萬人 因為那裡有170公頃的溶地 有沒有看過那個地點 其實當時劉炳章先生 他提出這個意見也挺大膽的 因為當時大家覺得 你還有很多事情要做 我們發展局還有很多工作要做 是不是適當時去談 所以當時就不是說太多正面的回應 所以變成時間上 我們也沒有花太多時間去跟進 但是這個其實都是 現在你問我再看 其實他跟我們想說的條件 都差不多相類似 因為本身那裡 生態價值一定要再去看 現在因為生態價值 我們真的沒有看過 我們不知道那裡附近有什麼 那裡其實真的 如果你說它的享用度 可能會比較少 因為那裡其實行山 都不是很多時候會走到那裡 那裡的可達度是比較高的 因為它本身附近是有大膽隧道 正如你所提到 還有一些基建影響它正在進行 還有我們現在正在做錦田南 有一個改劃土地的地方 所以其實相對上是比較 接近一個將來會有公眾設施 基礎設施 也會有交通設施 也會有地鐵站在附近 所以其實選址是可以考慮的 這個值得是考慮 至於它是邊垂地 但是它也是邊垂地的地方 所以這幾個原則之下 這個也是一個 我想我們都要去考慮的選址之一 即將來交出來選址 有一個可能是這個 聽你這麼說 表面上 差生態的部分 可能要再看看 這個大家很明顯 因為既然劉永章先生提了出來 也跟我們現在講的交易公園 人們都會問 這個會不會是其中一個選項 所以我們都要去看 但是你說詳細的初步研究 其實我們是沒有的 所以我們都要跟其他環保部門 一起研究 看清楚 這個地點是有沒有生態價值 因為有時候很有趣 香港其實是一個 都算多元的 生物多元的地方 有很多是你 想不到的地方 可能會有生態價值高的 植物 動物 各方面 都可能會有 所以一定是需要 是一些專家 真的去看看清楚 那個地方是怎樣 除了大嵐隧道 收費庭的位置之外 有沒有其他位置 都看到表面上 可以再值得去生物看看 暫時是沒有特定的一些位置 我們都要跟其他環保部門 一起去看看 即是有哪些地方 是近我們 我們叫邊緣的地方 可以做得到才行 因為暫時真的沒有做 也都未曾去做一個 我們叫做 條言 即是看看生態價值 哪些比較高比較低 所以一定要是大家坐下來 找些同事坐下來 聊一聊 然後才可以有一個 初步的研究 和初步的選址 我希望拿到一些例子出來 讓楊佳達真是可以 比較清楚看到 又說說其他人事的建議 剛才說劉炳章有一個建議 另外就是 文智深公布在交易公園 及海岸公園委員會的成員 他說明了 反對在交易公園建屋 不過他有個分析 剛才說大嵐交易公園山腳的位置 因為遠離雜水區 所以發展可行性較大的 這個可能會是 另一個地方 他說也不是近雜水區 就是北大嶼山交易公園 他形容是另一個高危的選資地點 北大嶼山交易公園 是不是都遠離雜水區 有機會可以看看 是不是真的可以 北大嶼山交易公園 其實都是最近 我想是2000年後 新增加的一個交易公園範圍 那裡的情況 我就不太清楚 不過那裡本身是靠近 現在是在迪士尼樂園附近 而且本身其實山勢比較陡斜 我沒有記錯 因為記得當年做迪士尼樂園的時候 其實旁邊的地方 每個都是一個石山 所以是相當高企 這個可能是 都要看看我的工程部門 都要參與看看到底是做不做到 因為我們也要看 工程的量是多大 因為有很多時候 你可能發展一個平台 但其實我要做一個這樣的平台 我可能要移很多山 還有可能要做一條很長的路 所以其實技術的難度 也未必一定可以發展比較大型 我們也要看經濟效應 如果經濟效益很低的時候 也未必可以 所以要看一看地形 真的要 所以為什麼我們很多時候說 為什麼有些朋友說 你可否給我一個例子出來 你給我一個例子出來 我知道是不是可行 如果有些 譬如像剛才所說的 北戴嶼山 其實我的印象當中 是比較陡斜的幾面都是 所以變成是比較困難 我相信 但是現在 因為我純粹從工程的角度看 我未曾從生態那方面的角度 所以一定要兩邊的部門 大家一起坐下來 真的去研究一下 那接下來的工序是怎樣 這一屆政府的時間不多 要交一些選址出來 都要很快地做事 是不是 上去這一屆 這是很大的挑戰 因為你知道特首其實都很心急 很想我們真的做事很快 去提出一些方案 但是特首都提到 這是一個初步的研究 我們都要看看內部資源 因為其實 大家知道 其實我們很多的工作 都正在全面展開 所以其實可以有的人手 可以來做這件事 一來不多 另外我們真的要有些專家 熟悉香港的情況 然後才可以做得到 所以我們回去也要跟 環保部門 我們自己的部門 大家坐在一起去討論 這是要一些時間的 預計多久才可以找到 一些選址出來 讓公眾再討論呢 我想很多時候 公眾要求不單單是一個選址 一個點 而是要你提供多一些背景資料 譬如你的構思 到底是說多少 譬如我有劉永章先生說 都要告訴你 一百七十公頃那麼大 那麼大家才知道 到底在說什麼的層次 他可能是說 九萬人 你要有這個概念 大家才知道我們 權行取捨在說什麼 若果你一個很小的 也沒有價值 就是說 只有一兩萬人的居住單位 是否值得這樣去做 所以一定要 真的要有些比較具體 多少少的資料 大家討論才有意思 聽你這麼說 在這屆政府內 都未必交到 現在都一月底了 只有幾個月就應該搞不及了 我們會盡快去做的 但是你說時間上面 我想我暫時 剛剛其實這個指示 也是剛剛開始 我們都要大家回去跟部門談 才行 我們會盡力而為 盡力去做的 但是你說時間上面 暫時我們都沒有一個 實際的時間表 講到在郊野公園的邊垂地帶 是否可以用來建一些 供應房子或其他設施 今天司令報告提出 現在就在想 是否找個選址出來 讓大家可以具體的討論 大家怎麼看 打來談談 172311 今天早上請來嘉賓 有處理發展局局長 馬兆祥祥 大家也可以打來 跟局長直接對話 這次說到 其實這次跟過往的 說法有點不同 以前就說 郊野公園有這麼大的地 是不是可以拿一部份出來建房子 那時候的思路是這樣的 社會上都回響大的 有些人聽到這麼反對 這次的思路 其實都類似 但是講的表述方式 就是說 郊野公園 在一加一減之下 維持整體不減少的情況下 再去建房子 有這個表述上的分別 現在是不是來畫一條線 就是大概四成 就是一個固定的比率 怎樣都是固定 香港有四成的郊野公園 然後再去變化哪些土地 是不是畫一條四成的線 我又沒聽到一條這樣的四線 因為我想 其實我們過去的工作 一直都在做一些保育工作 其實你看到 我們在 浪源濕地 其實我們在做生態郊野公園 這跟我們股東北 墳嶺北的項目 都是相關的 那裡都有三十多公頃 三十七公頃 另外我們在西灣 西灣也都納入在 我們郊野公園範圍 那裡有三十八公頃 還有我們也提到 我們在接下來 都會在新界沙頭角的地方 都會做一些 叫做紅花嶺的地方 將那裡一大的地方 就納入作為郊野公園 我們在計劃當中 進行這些工作 這些其實你看到 譬如好像剛才說到 紅花嶺其實是一個面積不少的 大約有五百公頃 所以這個其實整體看到 我們一直一直 是向其他郊野公園的地方 儘量去有生態價值的 我們保育 然後將這些地方提升 成為郊野公園 令到公眾可以享用 這個其實看到我們的工作 是在做在這方面做 所以在同一方面 同一時間的時候 然後我們增加這些高生態的價值 不論是量和質 都會增加的時候 所以我們有一個問題 大家要去思考 那些低價值的 我們是否可以放回一部分出來 正常有些叫做一加一減 但我們最重要 一加減的減的時候 我們不是將它 比今天的面積少 我們希望維持 起碼在今天的水平不變 而將高的增加 低的減少 保持一個水平 希望在兩個數目上 是大約差不多 但我們希望在質上 是更加改善的 那就是用現在的比率 所謂的線 現在大概是接近四成 香港現在大約四成左右 香港四成是郊野公園 另外還有大約十幾個巴仙 在做一些保育地帶 因為香港其實很小 其實你說完這兩個數字的時候 你看一下 香港其實 我們現在以發展的土地 只有24% 24% 大約四分之一 但是我們作為 郊野公園和保育的範圍 是佔了六成 所以兩天之間 其實你看到我們香港 其實在保育的工作 或者保育的範圍 其實相當不少 所以變成我們在土地上的壓力上 我們很多市民都在排隊 去公營房屋 你看到大家去私營房屋 的需求也相當大 所以這是一個我們值得的 在這時候值得我們去思考 尤其是當我們再向前提 我們在長遠的發展建議的時候 我們面對很多的挑戰 就算我們看到生態價值 各方面都不高的選項的時候 我們都面對這樣的挑戰的時候 我們應該怎樣去取捨 其實會否是否整體 去看所有的這麼多措施 所以回去 其實都算是一個 可否政府已經承諾 是不會減少郊野公園的總面積 聽你這麼說 因為你是一架一減之下 以及不希望減少 我想一路大家的目標 都是不希望減少郊野公園的面積 這個大家是一個共同的 我想是共同的理念 還有我們希望它的價值是不低的 一定是香港的郊野公園 是我們重要的一個資產 所以我們希望 這一樣 大家可以說 我都叫做基線 其實我認為最重要是 這個急日的基線 大家看到基線是這樣 所以我們希望 無論將來是怎樣 我們都希望它的價值是更加增值的 不是向負面走的 所以大家向正面看 不要向負面看 我們是向正面看 我們希望郊野公園 將來是更加有生態價值 亦都是我們公眾市民 是可以享用得更加好的 我們電話87231 17231 說到用郊野公園的地方 剛才說到邊垂地帶 而生態相對低的話 就可以想想是否可以 用來做供應房屋等等的設施 大家打來談談 17231 17231 是否用郊野公園建樓 這個議題過往 社會都討論了一段時間 現在政府再提這個想法出來 大家可以說說你的意見 17231 17231 剛才說到有增加 有減少郊野公園的用地 這個都敏感 大家就會關注到誰說定 因為有說加哪塊地 減哪塊地 有人會說 會不會有些財團的影響力 在裡面 有很多的懷疑 但如果做的時候 是怎樣做的 怎樣決定哪些位 加哪些位減的 是政府自己說的 還是怎樣 加的 大家都知道 加的基本上是社會共識 有高生態價值 例如我們說紅花嶺 大家知道紅花嶺 其實是過去向禁區範圍 比較少人去到 而生態價值也是相當不錯的 還有其中有一個優勢 就是它將香港和深圳燃起 所以大家看到 我們決定這些地點 劃進我們的交易公園範圍 其實最重要是生態的價值 還有我們可以做到的保育工作 這些是我們最重要的考慮 那些其實你聽到的 這些考慮絕對不是跟任何財團有關 那當中還有一些私人地 所以大家明白 在這個交易公園擴展的範圍 這是一個專業的決定 我們從專業角度 和保育角度開始去做這個工作 所以絕對不會傾斜任何一方面 主要說選址方面 我想大家剛才聽過 有幾個選址的因素 有一件事可能沒有提到 就是因為這些交易公園的土地 大多數都是政府的土地 所以其實也沒有跟任何的 財團和商界傾斜 最重要的是我們希望的目標 也說得很清楚 特首可以說的目標就是 我們希望為中低下階層 他們的房屋需要 和一些老人福利的設施 所以這個目標是清晰明確的 不是用來 有很多人說我們建豪宅 我相信大家要理解 這個是希望解決 中低下階層的房屋需要 和老人的福利 那會有什麼形式 政府自己訂 還是有一個委員會 讓不同人士進去決定 還是怎樣的 這個真的沒有 現在我們只是說一個 很初步的一個 一個讓大家看一些概念 我希望大家在討論當中 有一些更加具體的例子 讓大家看到 到底我們說的成效是什麼 影響是什麼 地點上本身的生態價值是什麼 真的看得到 然後我們才做一個理性的討論 嗯 暫時聽到的反應是怎樣的 這次 我也聽到有不同的聲音 當然有人有關注 就是說我們會不會減少 郊野公園的地方 我們有些地方是要澄清的 讓公眾明白和理解 這是我們現時的基線情況 我們也不希望的情況是會向下走的 我們希望 一路我們香港的生態價值 生態的保育地區 也都是向前走的 這是我們一路的目標 嗯 各位聽眾多以下把握機會 1872311 1872311 講一下你對於 如果用郊野公園附近的一些地方 邊垂的地方 生態價值低的 交通相對地可達的 是否可以打力跟我們說 是否贊成建設施在那些地方呢 我們請來嘉賓 就處理發展局局長馬兆祥祥 電話187231回來再談 我們請來嘉賓 請來嘉賓 我们电话1723117231 讲施政报告里面 一些有关发展局的重点 其中大家关注了 就是郊玉公园的边隶地带 是不是可以 用来作一些工营房的发展呢 昨天特首就说了 不如找个具体的选址 出来给社会讨论 现在都着手在找着 大家怎么打来聊一下 17231 听听众的意见先 有梁先生打上来 172311的 早晨梁先生 是你好 早晨是 局长在这里 梁先生请讲 是 我只想问一问 你们做事 是不是都要这么急的呢 突然间想起就做 想起就做 你有个谱才可以做事 你不是 梁振英想起 那你又要做 想起又要做 他还有几多天 还有几多天在这里 那是不是就交下来 下一届的人做 具体对这个建议你又怎么看 我现在又说 他说所有新界地他都没搞定 那么你这么快又在那里搞交易公园 就是他搞得交易公园那些地呢 那就是那些棕地就不用搞了 嗯 是不是 他说现在有派遣 就是说呢 说环保局有派遣 个个都派遣 那他就搞了那些交易公园 那些棕地就不用搞了 嗯 那他就省下了 那他就说又做了 又做了东西了 又做了东西了 OK 其实不是的 实际上 土地供应其实由去规划 去到完成 真的可以推到市场上面 或者推到去 可以去供应房屋 其实是一段相当漫长的道路来的 我说的是十年八岁是最少的 有些长的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 譬如新市场发展 所以工作其实是持续的 我们一直说的工作 短中长期要做的 土地供应措施 我们一直是持之以行的 那当然大家可能说 短的你还没做完 为什么你再看长的呢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 开始做很多的规划 将来当我们要去 找这些土地的时候 我们会发觉 各样的预备工作都没做好 譬如说交通 其他基建的配套都没做好的时候 我们做起来 就会相当困难 也相当吃力 所以为什么我们短期 中期长期的工作 我们是同步都进行的 我们不会说 只是做短期 解决今天的问题 而不去理中期 令到下一届的政府上台 就发觉 我的袋原来是没地的 这个变成对它也不是太好 也对香港的影响太大 所以我们做是短期中期 现在我们积极正在做 至于梁先生也提到 中地 中地是我们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选项 也是我们其中三个 重点的新发展区 和新市镇的抗展区里头 是其中的一个选项 大家其实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洪水桥 这个新发展区 我们现在做的工作 已经是如火如荼 我们希望很快 也都可以展开 这个承规程序 而这个地方 牵涉到这个新发展区 牵涉到的中地 是一百九十公顶的 一百九十公顶的大约来说 等于二十个维远 大家看到这个不是一个小的 所以为什么我们会 是要将这个地方作为一个试点 看看我们怎样去处理这个中地 因为中地就不同 有些人说 很简单 我今天封了停车场 明天我就有个中地 因为上面其实有很多不同的作业 是支持着香港的其他的商业 甚至有很多居民的支援 都是那些地方 我们要做好这些工作 看看如何安置或重置他们的作业 不要影响他们的生计 也不要影响香港的经济活动 这个工作我们正在做 也积极地展开 所以你看到我们已经展开几个研究 当然另外也是那个承规程序 我们希望尽快可以展开 和水桥这个新发展区的工作 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的 古洞北和粉岭北 这两个新的发展区 当中包括了有五十公顶的这些棕地 那大概等于两个多个维远的大小 另外就是元朗南 也是我们已经进入最后阶段 开始很快会展开一个承规程序 差不多 也都牵涉到一百公顶的棕地 那这三个加起来 你看到其实加起来 三百四十几公顶的棕地 那这些面积是不少的 如果你据一些民间 他们所做的一些统计 他们觉得香港应该有 一千二百公顶的这些棕地 那我们说的是差不多四分之一 那这些棕地如何去处理呢 是挑战难的 也会有很多的回响 但是我们不会因为 他们的回响大 他们的声音大 我们就不去处理 但是我们要做 我们要有积极部署 也有预备的工作 做好然后才可以做 其余的棕地呢 除了刚才说的几个地方之外 是 是 全港性的棕地研究 全港性的棕地研究 我们今年区学处的同时 会展开一个全港性的棕地的调查 那我们希望可以找到 全港现在的棕地的分布是怎样的 以及在上面的作业 是什么类型的作业 情况是怎样的 那变成了我们有一个好的整体的图案 知道现在在外面的情况发生是怎样的 然后呢 我们也做了一些 就是做另外的做法 就是说将他们搬进多层大厦的可能性 希望这两方面的工作都做好 那只要你说其他的棕地是怎样的呢 我们在2030加里头 也都提出了 香港向长远发展的时候 我们还有需要一些新发展区 其中一个建议就是 在新界北的地方 作为一个新的发展 这个新界北的发展 其实主要的位置 就是由新界北边靠近边境的地方 那总共牵涉到当中的棕地 都达到200公斤 那我们希望这些棕地的发展 尤其是密集地区 因为要密集地区 我们才可以比较容易去做 因为比较零散的是比较困难 那我希望这些密集地区 可以以一个新市镇的形式 将它整合土地 以征修的形式 政府征地的形式 清理这些棕地 然后做一个有规划 完善的规划的发展方式 刚才你提过 要发展棕地都有一定的阻力 外间有个关注 就是究竟政府 有没有决心去处理这些棕地 因为棕地其实如果硬件 就好像摊了一些货柜 做车场 其实都挺浪费土地的资源的 如果看下去的话 因为如果它更好善用的话 可能会被更多人进去住 交易公园就相对没有什么 就是花草树木不会发声 跟你反对 就会觉得好像你欺负花草树木 对于棕地那些就不敢动它 外间有这样的观感 棕地其实我们一直在过去的项目 我们也有精修这些棕地 你说到棕地第一件事 棕地上面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见到它的作业不是太多 但其实你现在有机会出去走一下 其实不单单只是一些货柜箱 或者不只是停车场的 当中还有一些我们现在的物流行业 亦有一些仓储 其实很多我们香港 像深水埗也好 旺角也好 甚至中环也好 有很多他们的地租贵 他们的租金贵 所以他们很多时候 一些支援性的仓储 便搬到这些棕地 所以其实很多这些用途 是影响着我们百行百业的运作 亦有一些是回收 回收行业 若果我們不做這些回收 將這些物料、廢料回收、分類 然後打包之後 我們是無法出境的 變成最後這些回收物料在哪裡呢? 讓我們對團區 對我們生活有另外一個影響 所以其實很多行業 是對我們直接有影響的 我們希望將這些整合 以及正如你所說 因為他們現在是粗礦式的運作 所以土地使用的效率真的不高 所以我們希望以一個多層大廈形式 仍然讓他們有生存空間 但是就是一個比較雜約 大家可以共享很多的設施 亦都向高空發展 讓他們對整個我們叫攤開利用 變成更加集中、有效地用 好 多謝之前梁先生的提問 接下來還有湯小姐在等 湯小姐早安 是 早安 局長 主持你們好 早安 請說 我自己本身都是行單層次 每個星期都會去交易公園 我覺得這個真是很美麗 但是當我回到現實世界 我見到很多公屋的人士 沒有公屋住的人士 他們住在那些棺材房 住在很小的地方 其實我心裡面很難受 為什麼我們這麼文明的社會 竟然會有一些這樣的居住 這麼嚴峻的問題 所以我很支持今天的政府 我想在我來說 我覺得一個得正就是 在那個房屋那裡開發了土地 盡量去建建一些屋 在當十幾年來 其實現在建屋量是罪了 所以這個是很欣賞政府做這一點 至於那些環保人士 他們說到很多很多考慮 所以反對 我很希望真是呼籲那些環保人士 不要那麼離地 因為現在社會上很多人很困難 只要他們將什麼 那些公屋賦球場不如就建了 那些地方拿來建屋 那我覺得他們將那些問題 他就很極端地去矛盾了他們 那我很想問問那些環保人士 就是如果是否將那些公屋賦球場 帶他們去建造公屋 於是那些監獄公司就可以用呢 那裸心是不是這樣呢 那我也很希望他們能夠 嚴肅一點去想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香港是我們家 我們要一起去解決問題 不要那麼自私 或者覺得有些東西很神聖 所以我自己覺得只要政府 就是希望局長你們都能夠 就是對香港市民有個承諾 那些地方開來一定是建公屋的 一定是建公共設施 我都看不到有什麼理由 要反對一個 就是其實這是一個很好的 很好的政策 那希望你們都很努力 所以局長我希望你們都能夠 很有決心去處理好香港 這個頭號的房屋問題 OK 多謝你 湯小姐的意見 多謝你 那是不是算不算一個承諾 這些街域的公眾 他們只會作公營房屋 不會棄私樓的 這個是向特首所說的 很清楚的 我們希望這些土地 如果真的建議 任何建議 都是解決中下階層的房屋需要 以及作為老人福利 這個很清楚的 我們現在雖然沒有建議 或是初步的建議 但是我想我們都很清楚 這個是政府的目標 謝謝湯小姐 因為其實我想她也提出到 當我們有一些 我們自己的居住問題解決了 或者有一些比較好的居住環境 但是其實同時我們社會上 還有很多人在等一些公營房屋 所以其實我們希望整個社會 不單單只是一兩個議題 而是整個社會 當我們去進行這些土地改劃 徵收一些土地作為新發展區的時候 我們都希望所有的持份者 都抱一個客觀包容的理性討論 希望大家明白 社會有這些需求的時候 我們都要照顧一些 未有足夠的房屋供應 或者一個可以叫做 我們比較接納的居住環境的人 可以幫他們一把 其實整個社會是有各方面的需求的 我希望大家是理性包容他的態度 謝謝湯小姐的電話 政府一直在找地 長遠來說就是家裔公園在這裡想想 另外中地那裡 剛才說也會有一個全港性的調查 也會想想 短期一點了 看到施政報告也說到 現在有26幅土地的選址 就可以用來改劃做建屋的用途 可以提供6萬1千個左右的單位 工營房屋 就想起超過八成的 這次26幅土地的位置都有些爭議 有些譬如在社區中心的位置 譬如黃大仙社區中心的位置等等 會不會真的做得成呢 我們現在是做初步的研究去看 我們的同事初步看 這些土地其實適合作為房屋發展用途 當然大家未曾看到裏頭詳細的資料 所以可能會有些奇怪的 現在有些有用途的 有些社區中心 其實當我們看到這些設施的時候 其實很多時候我們看到 它再後一步的發展 因為有很多時候 其實政府一直在規劃 有些新的設施 也有新的地點落成 落成的時候 其實我們很多時候 會將一些設施整合 就會將它搬到另外一個地方 所以有時候可能 大家看的時候 現在還未看得到全面 其實可能我們背後已經在做一些工作 就說有些設施我們會搬 尤其是這些社區設施 我們都明白 它是對當區提供服務的 所以我們做這些工作的時候 不會說不理他們的需要 我們是會看他們的需要 所以可能你看到 只看到一半 你看不到原來我們在其他地方 可能是一些提供新的設施去取代 或者不是取代 我們應該要重置這些設施 譬如舉例就知道 黃大仙社區中心的位置 將來就會在區內有一個社區中心 我們現在其實是積極地跟進 就是受影響的設施 我們其實是有另外一些取代設施 或者新的地方去容納這些設施的 另外一個爭議就是 馬鞍山村路的部分那些地 那裡有些議員都說 你是不是那裡近郊野公園 先拿到這裡 然後再搞馬鞍山郊野公園 然後又在那裡 就是邊隨位置就是那裡下手 我想第一件事 有很多時候我們有很多人的看法 就利用一些叫陰謀論的對方 就說我們在這裡做完之後 就鋪路我們去做下一個 其實我們看的時候 我們是信我們的同事 真的以一個客觀的態度去看 那個地方是不是適合 如果有這個土地是適合的 我們會去做 但是我們從來沒有一個陰謀論 就說做完這裡 我就再走多一步 從來不是這樣的做法 我們做的時候 是真的看那個發展本身 那個地方適不適合 有沒有足夠的配套 和附近的影響是怎樣 是做一個客觀的評估 因為如果不是 有很多這樣的陰謀論 令到我們很多東西 你說了我都回答不了你 因為我真的沒有這樣的計劃 但是你就去令很多人 有一個負面的印象 所以我們希望 市民在看這些建議的時候 是以客觀持平的態度 亦都不要令到聽一些這樣的傳聞 令到我們有很多的錯誤理解 令到大家沒有了一個持平的態度 去看一件事 這26幅改劃 你猜整件事有多少呢 或者看過去一段時間 提了這些建議出來 因為看到有時候 也有很多地區阻力等等 昨天我們訪問張兵良局長的時候 他也提到可能開初的時候 就遇到那麼多地可以說來蓋 但整整一下就永遠都是少了一些 有少不多的 因為總是有不同的阻力 這個怎麼看呢 你說這個是對的 因為其實每一個 我剛才一開始的時候說 其實向我們做這些土地改劃工作的時候 其實面對很多挑戰 但是我們是希望 我們同事很努力的 其實我們同事有時候去做地區諮詢 跟持份者談的時候 談到半夜12點 嗯 有時候是對著一百人去談的 那麼我們其實的工作 最重要就是持之以行 有困難我們迎難而上 我們希望就是這些的建議 未必一百一百可以做完 但是我們希望大多數都可以完成 那才可以解決問題 因為如果我們遇到困難 就退卻的時候 我們永遠都解決不了問題 那麼這個問題就會影響著我們整個社會 那麼我們希望香港有持續發展 我們也要繼續努力去做這些工作 嗯 現在長遠來說 是不是都還欠多少地下 因為長遠10年說 一直在說起46萬個單位的 但是看到過去一段時間 都不達標的 都少了多少 特別是供應房屋方面的 這個現在看到找到地的部分 是不是都已經在那個位置 已經開始有短缺了 就是莫說起了單位 轉到多少用途等等 其實也引用張柄良局長 昨天上來電台的時候 跟你們也談過 就是說其實我們定這個目標的時候 其實最重要一點就是客觀去看 香港整體的需要 所以我們看了需要之後 然後定這個目標 然後我們就向著這個目標去進發 當然張柄良局長都說 我們這些是比較高的目標 這個也對的 我們設定一個比較高的目標 真的客觀 這個就是我們需要 我們未必一定說我們完全做了 但是我們向著這個目標進發 其實你看到我們是一路 將那個公營房屋或私營房屋都是增加的 那麼我們當然 你說我們是否完全一定做得了 我們不可以 就是還有十年時間 我今天說的 我也不知道十年之後發生了什麼 但是在今天來講 我們是盡我們的能力 去達到這個目標 有些地方是可能會有一個缺口 正如我們公營房屋上面是一個缺口 但是因為公營房屋比較特別的 因為公營房屋的地盤很大 所以你看到他們可能有一兩個地盤 延遲了其實影響已經很大 所以我們希望再過一兩年的時候 這些項目陸陸續續落成的時候 可以去追回我們公營房屋那方面的供應 私營房屋方面 我們也都面對同樣的挑戰和困難 但是我們兩邊都要予以平衡一起去做 但是說希望日後追回這個論調 其實特首上場的時候已經開始說 一直都追不到 很難讓人的信心就是追到 現在越差越遠 如果你計算要追那條數的話 我們現在私營房屋那方面的土地供應 其實也算是足夠的 因為其實過去五年 你看我們也做了九萬多個單位 跟我們的整體目標是吻合的 所以我們其實是達標的 至於公營房屋方面 我們是正在做的 也都明白那個難度是相當大的 正如我們剛剛說的公營房屋 我們在公務小組上面 大埔第九區 一個公營房屋的地盤 它有七千多個單位 但是我們都面對 一個拉布的現象 已經說了三節 現在到第四節了 這個是令我們擔憂的 這些也是我們控制範圍以外的地方 但是當然我們會盡量去游說 也會盡量把資料提供給各位議員 但是我們明白 這些其實有些的情況 不是我們控制到的 但是我們可以控制範圍 我們會盡力去做的 會不會跟政治環境關係有關呢 換了屆政府會不會更厲害一些呢 王后 我很難去 有很多人告訴我 下一次會是好一點的 下一屆會好一點 下一屆的立法會議員會好一點 下一屆的政府會好一點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去看的 有很多時候我聽同事說 其實反過來的情形 越來越困難的 所以其實我們不要這樣去 作為一個太樂觀的預測 我們反而應該是積極做好今天的事情 另外會想就是填海 填海這個又相對地沒有那麼大阻力 當然也有阻力的 填海其實是過去香港重要的土地供應一環 但是今天我們大家有時候 有些人把填海變成妖魔化 經常覺得填海是一個罪 是影響我們生態環境 但是其實他們要看清 我覺得他們應該要用一個客觀的態度來看一看 填海本身的位置是重要的 我們海下其實是有不同的生物和不同的生態 而有些地方其實主要是港口範圍附近的地方 其實我們已經有很多的作業在那裡 生態價值不高的時候 這些地方是不是值得去做呢 這些變成因為做填海有一個好處 就是我和不需要徵收太多的土地 也都因為在現況的地方 是少現有的作業的 所以其實那個成效是高的 相對於大家都做100公頃 但是我在現有的土地上做100公頃 可能我要做保育做其他的補償工作 我已經不見了一半 這是一個實際的情況 譬如我們在新界東北來計算 我們是600公頃的範圍 但是我們實際學發展的範圍只有300多 所以其實不是一個很高的效益 但是在填海可能 你反過來看100公頃 可能有80公頃回來 所以那個效益是高很多的 OK 好 我們聽聽眾的意見 先17231接通了林先生 林先生你好 早晨 兩位 我經常行山的 平均每個禮拜 一去行兩次 我覺得街工正確 街工很大 我走四點就走完 同時那些棕地問題 主持人說 樹木問題 你棕地就麻煩了 打死港街 最麻煩不穿不測 你一阻止地球轉 你家庭公園就沒有仇報 最容易搞的 你沒有人 那些人沒有屋主 你不只說仁義道德 說到這些就阻擁政府尊 但是你家庭公園 擔不擔心發展會影響到你 隔日享用家庭公園 之前你有空 我帶你去街工園行山 每個月走兩次 停均 你喝什麼可能 我真的不行 你真的拿來講 多次 梁振英 你不擔心 不擔心 總之郊野公園這個地點 相當大 有很多林先生的意見 局長簡單回應 好 香港的郊野公園 是不小的 我們有400平方公里的郊野公園 基本上佔香港40% 8至40%的地方 所以地方是有的 我們也希望 最重要就是 裏頭的整體價值 是不變 或者是更加提升 這是我們的目標 我們也會去看 到底這個議題 大家是否應該要理順去看一看 去衡量得失 大家整體去做 這個我們也希望 大家有一個理性討論 局長也有行山 我有 我有行山 你走哪裏 我嗎 我們有時候 我們走過大嶼山 我們去 由東涌古道 走去大澳 這個也挺好走的一個地方 另外有些就是走回去梅窩 其實大嶼山我比較多走 不如現在有多少人行山 有時候有些龍脊那些 排隊上山 龍脊是一個比較容易走的 所以很多適合一家大小去的 尤其是那裏看的風景 是很漂亮的 那裏被選為世界 不知道有多少大優秀的行山路 其實我也鼓勵大家去走一下大嶼山 大嶼山也相當好走的 也有很多朋友去走的 我們也看到一家大小 大小朋友 三歲都走得到 所以我們覺得是值得鼓勵大家 多些去使用我們的郊野 郊野公園的用途 大家好好思考一下 今早上多謝 我們的嘉賓 就是處理發展局局長馬兆祥祥 跟你聊到這裏 謝謝你 謝謝你